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于你都莫名执着 想有开种子在心里等着结果 也后知后觉 确定每次当 你不在我就失落 就算分开一刻 都觉得舍不得 我大概是疯了 才会认真不说 是非你不可 是早已诚恳 有深刻的在爱着 如果有可能 让我和你从路远 变作我们 一日三才有你 才才算是丰盛 爱不用假设 只要我的心 懂爱你有多认真 你一生为真 从此后我只想要一个我们 梦里现实用你 才才算是完整 我越陷越深 才懂想给你 幸福的心多认真 你一辈子为真 我怕你 还在一 enabled 你 给我 我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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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你 你 我怕你 你爱他哪一点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他总是独自一个人 面对很多事情 还强装镇定 明明自己内心很脆弱 又敏感 就是因为这些 所以总是戴着面具 神话被人看出来 季思乐 老婆 我想成为你生命中 唯一一个让你放下防备的人 你在我身边 可以放肆地遵用自己 只能戴上面具 怕被人看穿 说的是你自己吧 什么意思 敲手指 这是你在想策略的时候 才会做的小动作 你也骗不了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黎欣问你爱其次了哪一点 你的回答分明是在偷换概念 你的演戏 我在建议婚姻 没有爱的婚姻吗 昊玥 你真的爱一个人是什么样子 我是见过 好聚 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有多了解我 看来黎欣说得没错 看来黎欣说得没错 你娶她 果然另有目的 那我怎么样 我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你了 你到底要干吗 我自己有数 你就不要管了 你怎么会长得很大 还满意吗 你之前说的找一个爱你的男人 这点 我现在不否认 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和他相处 不会让你为我担心 我能不担心吗 这虽然澄澄爸爸在江源很有名 但是我就觉得 配不上你这颗白子 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尖端 别扶我 让我飘一会儿 你太不了解你自己了 你给我清醒一点 迟到 那婚礼你们是想去 马达加斯加还是新西兰 不对 那边现在好像冬天吧 婚礼这件事他们家还没提呢 那怎么行 婚礼是一个女人一生中 最重要的时刻 重重之重 化重点的 你怎么跟我妈一样 别别别 刘老师我那还是比不了 对了 你爸妈知道这事了吧 那你爸就没闹点什么 没 挺顺利的 这难得呀 你说 她对我好 我是不是也应该慢慢去走近她 回馈她的感情啊 虽然呢 我不相信爱情 但是我希望你能拥有 好好的 走了 拜拜 我想成为你生命中 唯一一个让你放下奉陪的人 你在我身边 可以放肆地做你自己 看来宋浩宇是真心对待我的 接下来 得赶快搞定爸妈那边了 喂 思乐 喂 妈 我有 正好刚才你爸还在念叨你 你这就来电话了 妈 我想跟你说件事 阿琪啊 女儿来电话了 你快过来接电话 我跟她有什么好说的 别给我 我不接 你怎么老这样你 思乐 你爸他正忙着呢 你刚才要跟妈说什么 妈 我其实 怎么了 思乐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 没什么大事 那个 下次再说吧 你们先忙 拜拜 真好看啊 小充笔呢 谁好看啊 小充笔 谁好看啊 小狗狗 小狗狗 鲜鲜也觉得好看啊 好好看 萱萱开心吗 开心 小充笔 恋恋 开心 就想开心 很短wort 激这一下 那 你不在我就失落 就算像童话 我也愿意信一次 你说那我是不是 也应该慢慢地走进她 回馈她的感情 卢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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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你一个事 您知不知道 浩宇她平时 也没有什么爱好 我看她不工作的时候啊 基本上在家里 陪着孩子和老爷子 对了 地下有个台球室 或许她喜欢打台球 她打台球 又深刻地在爱着 如果有可能 我和你从路远变作我们 一日三才有你一菜才算是不胜 我看 不用加深 只要我的心 懂爱你 这些案子里面干什么呢 这里面是什么 让我看看 不行 为什么 因为这是芭娿的宝箱 却学的任务是保护她 不可以打开的呀 不可以 我想看嘛 让我看看吗 我看看 我看看 你在干吗 不要欺负妹妹啊 没事 爸爸 那里面有妈妈的宝贝 我想看 什么宝贝啊 那也要妈妈同意才可以 萱萱说得对 郑萱 要让妈妈同意才可以 那我们去找妈妈吧 我去楼上 你去楼下 分头行动 开始 萱萱 保护保下啊 朱姝 你去吧 好 你在干什么 听说你喜欢打台球 所以我就想来练练 然后陪你一起打 行 帮我教你 来 把发力手 和架杆手 和球形成一条直线 手指用力 架在虎口 用眼睛瞄准 退 你在干吗 我听说你喜欢打台球 所以我想来练一下 然后陪你一起打 打台球 不需要 你怎么了 你是因为我动了你东西 所以不高兴啊 你不应该来这里 我只是想多了解你一点 齐斯洛 好 这里是我的私人空间 你不用了解 我知道你为我们的关系 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所以 我也很想为你做点什么 这没错吧 除了按照之前约定好的 在孩子还有爷爷面前 我们好好演戏之外 你不用再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以啊 既然不干涉未来 那么干脆也不要追问过去 好 行 把那几个球收手 好 原来错过的彩虹 只是装进了你的瞳孔 原来记忆中 那些声唱歌相拥 永远来看余光 是在黑夜中相逢 从这一刻 向前轻缠着我们 整个世界的美梦 我猜都在你眼中 从这一刻 日神又月落 春下和秋冬 低不过 这一分钟的相拥 从这一刻 从这一刻 向远走 去哪儿啊 爸爸让妈妈生气了 快走 这是大人的事情 你别管了 去房间去 快去 你让妈妈生气了 我就要管 宋星辰 不要让我再说第二遍啊 你欺负我了 快气死我了 爸爸是坏爸爸 这本来就是一场虚假的婚姻 虚假的家庭 对我 对她而言都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事情 她演好她的妻子 我演好我的丈夫 反正这场戏持续不了多久 可为什么我现在脑子里这么乱啊 不行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妈妈 你跟我走吧 我要带你离开 爸爸 辰辰 爸爸没有欺负妈妈 你就别气了 好不好 你不要骗我了 我都看见你眼睛红了 爸爸一定欺负你了 晨晨 那你就原谅爸爸了 好不好 妈妈好可怜 你真的好爱爸爸 可他吃呀 晨晨不爱他了 不会再爱了 谢谢你啊晨晨 妈妈知道你是想保护我 我懂 可我太小了 说不过他呀 我什么时候可以长大 我好气哟 好了 不气不气 突然觉得有个儿子真好 他懂得要护着我 谢谢晨晨 因为晨晨爱妈妈 妈妈也爱晨晨 可我不爱爸爸了 我不开心 那要怎么样 你才能开心起来呢 你带我看看你的宝贝好不好 都是女孩子的东西呀 没有我的变形金刚好玩 这些是妈妈亲手做的 是宝贝 要亲亲不可以摔 晨晨 晨晨说得对 妈妈呢 刚好也想跟你说 以后遇到再生气的事 也不要摔东西了 好不好 为什么不能摔 爸爸也说不能摔 可我每次摔了 他都会给我买新的呀 他怎么跟你说的 宋星辰我说过 不是摔东西 不要再让我看到 你做这样的事 果然是你爸 这讲结果 这咋坏了 我看看 这怎么修啊 不要修的妈妈 找爸爸和他爷爷 再给我买一个就好了 陈陈 嗯 变形金刚 你自己买怎么样 自己买 可不是小孩子 没有钱啊 那就去赚啊 妈妈 我们是要带哥哥 一起去那里吗 嗯 陈陈 陈陈 待会儿 我们把自己的东西卖出去 赚到了钱 妈妈就带你买变形金刚 好吗 我要买下变形金 哇 好酷 走吧 快来看 我妈妈亲手做的小首饰 好看哦 好漂亮哦 小姑娘 姐姐 你快看 可好了 这个真的给我的吗 嗯 谢谢你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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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他们给我钱 妈妈 没事儿 轩轩 我们就当送给他一个 好吗 下次你不就知道了吗 你看这还有这么多呢 没关系的啊 妈妈 我知道这么多了 啊 买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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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好可爱呀 不能白拿又给钱哦 但是我不喜欢那首饰 买下喝水 可爱 等会儿啊 等会儿啊 来 来 累吗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晨晨 晨 哥哥 哥哥就在这里啊 晨晨 哥哥 哥哥就在这里啊 来 晨晨 哥哥 宋星辰 哥哥 晨晨 晨晨 宋星辰 你好 哥哥 你看见我小孩了吗 请问一下你看到我儿子了吗 妈妈就在那儿 哥哥哥 这么高 没有 哥哥 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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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妈妈 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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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星辰 你跑哪里去了 你急死我了 你知不知道 你没事吧 没事 妈妈 就是这位叔叔发掘了我 真的太感谢您了 真的谢谢 晨晨 晨晨 差点走丢的事 都是我的责任 我先跟你道歉 对不起 下次不会这样 下次 你还要带他们去那种地方吗 那个市场 我很多年前就在那儿摆摊了 绝对不是你想象中的杂乱 我的意思是 不管杂不杂乱 你教他们去摆地摊 根本没必要 可你不能用自己的经验 代替孩子的体验吧 就因为你这样教育孩子 才让他们没法学到 正确的价值观 你能不能不要 把你个人喜好抢架给孩子 对 是我的喜好 怎么了 谁在结婚前口口声声说 会适应我的喜好来着 对 演戏是吧 瞧我这记性 我在跟你聊 转转走丢的事情 你扯到哪里去 我不就在跟你聊这件事吗 你可真好笑啊 你今天怎么回事 我怎么了 ,人前陪你好好演戏 人后跟你互不干涉呗 麻烦你起来一下 你要干吗 以后我都睡着 免得干涉你 随便 怎么这么晚还不睡觉啊 爸爸我 对不起 你不要跟妈妈生气好不好 我不是跟你说过 大人有大人的任务 小朋友 我知道 这是你和妈妈的事 我不要管 妈妈 下次不要再让我和你妈妈担心了 爸爸 他爷爷说过的 男孩子要对女孩子多照顾 你哄哄妈妈知道吗 我怎么又来啊 好,我不管我不管 我很乖 我去睡觉 第一个在这儿 第二个也在这儿 小萱萱 怎么还不睡觉啊 叔叔我在做任务 任务 什么任务啊 妈妈说过 做事情要有始有终的 萱萱和晨晨去及时做任务 回来要整理 那 萱萱 妈妈带你们是去做什么任务啊 那玩具任务 因为变形机搞哥哥玩坏了 妈妈想叫哥哥 买东西要钱 钱要赚 所以东西要爱 你是说 妈妈带你们去摆地摊 带你们去做任务 是为了 教你们怎么还好东西 是 自己赚才更喜欢 要爱护的不只是保护 还有叔叔 因为妈妈说过 叔叔对我们好 我们也要对叔叔好 如果 万一如果 没想到宋夫人的策划案 有这么好的前期犯下 目前有十几家一线品牌 都想给你所有 如果这场婚姻 这个家 它根本就没有当作是一场戏 宋总 宋总 推荐会一个月后举行 由于临时加入的品牌过多 策划案上许多细节 都需要宋夫人亲自调整 好啊 这件事情 我会亲自跟她说的 就有他一派遣钜 条路 恩 原来错过的彩虹 只是装进了你的瞳孔 原来记忆中 那些心潮的汹涌 原来光与光 是在黑夜中相逢 从这一刻 想轻轻缠着我们 整个世界的美梦 我才都在你眼中 日升又月落 春夏和秋冬 抵不过 这一分钟的相拥 从这一刻 想拥抱所有可能 关于时间的歌颂 我才都在你眼中 永远保留着 永远守护着 我们的行动 从这一刻 朝着你的方向 狂奔 穿过世间的迷宫 你还在我心中 有太多的相逢 来去太匆匆 忘记了 曾经有过的行动 这分钟的行动 感谢您的观众 感谢您的观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